接下來我們有入接到這個欄位 所以一樣的方式 游標放在這邊 插入樞紐分析表 範圍OK 範圍應該沒問題 按確定 接下來把入接到拖拉到列 把入接到拖拉到直 不過目前還是沒看到怎麼辦 重新整理 因為我剛剛講過 它不會自己幫你更新 你要必須要自己更新 入接到放在列 入接到放在直 OK 好 但是你會發現 它其實資料裡面還是有一些錯誤 不過不管 我們主要是取得 那個資料裡面最多的 哪些呢 所以你可以游標放在B4 再利用資料裡面的一個功能 叫做Z到A 按一下 它就馬上幫你排序了 那你可以看到 前十名理論上應該到延平吧 延平北路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 你要把延平北路底下的資料 不要顯示出來 怎麼樣讓它不要顯示 因為我只要前十啊 我不要底下的東西的話 那該怎麼做 你可以看到 前十裡面還 十一十二這些好像都還蠻大的入口 有沒有 有沒有 那當然我們主要是要 那怎麼樣把它留下 跟各位講一下 請各位利用這上面的篩選 那剛剛有用到功能打勾嘛 可是問題是不是打勾啊 現在這個不是排在前十個 所以喔 請你找到有一個功能 叫直篩選 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 前十項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要留下什麼 留下前十個的話 那你就是直篩選裡面 找到前十項 OK 那這樣的話把它點一下 前十項看看 有沒有 但是呢 不是說只有前十項喔 你當然可以改成五啦 五的話就是前五項 所以我們預設這十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把前十大 竊道案件最多的 十條道路呢 幫你留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喔 第一名當然不出 不出所料 中山北路 所以喔 中山北路那邊的好像 住宅竊道相對的是比較多耶 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是華登初上在那裡嘛 OK喔 他在拍戲嘛 其實理論上應該意象中那邊 以前好像特種行業 特別多吧 像那個 酒吧或酒店之類的喔 那其次的話 好像第二條是什麼 中校東路 也在附近沒有很遠 還有南京東路 這些其實都是大陸 OK喔 然後在內湖 內湖路 這個我比較意外一點 羅斯福路 羅斯福在這附近而已 OK喔 那明泉東 然後還有什麼呢 林申北 中華路 中華路治安也不好 這個就有點不太 不過中華路還蠻妙的 他一邊是 比較靠博愛特區 就是中東府那一帶 那另外一邊的話 就西門町 所以其實會不會那個 他分兩邊喔 會不會是治安比較不好 會不會靠近西門町這一邊 然後信義路 沿平北路 OK大概是這幾條路 另外的話 如果說假如 你們如果假設 想要進一步再去分析的話 我是跟各位講 在書納分析表 有個蠻貼心的功能 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我希望針對中山北路 裡面的地址 再做進一步分析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直接在102上面點兩下 你會發現呢 他會幫你做什麼 直接就幫你把這個102 裡面所有的資料 再新增一個工作表放在前面 裡面的話呢 就是所有的中山北路 所以你Ctrl向下 應該就是102 103-1 就是上面的欄位名稱 那其實發生的地址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再進一步去分析 到底那個中山北路呢 哪一段治安最差的話 那其實你還可以再做 進一步的分析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 從事治安工作 比如說像那個警察 那個人民保母的話 那其實用這個功能還蠻方便的 馬上可以知道熱點在哪裡 那當然呢 盡可能就是針對熱點去做 這個治安的維護的話 相對的話 會第一個比較有成效 第二個當然 也比較不會浪費能力 不然的話 有時候治安都那麼好 你幹嘛派那麼多人在那邊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把數量畫出來 那數量怎麼畫出來 一樣 數量有分析圖 數量當然我們用直條圖 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前十 前面十條的 所以 所以 叫什麼 前十 給他一個簡單名稱 就是前十路接到的 接到這個數量圖 OK 然後呢你可以怎麼 再把這個 再放大一下 然後看要不要把字啊 顏色換一下 反正呢就讓他凸顯出來 OK 那就可以很方便知道說 哪一條路 他的切答案件大概比例多少 你看喔 從104年到110年 他的切答案件超過100比 100比 OK 等於就是差不多 一年大概十幾個 切答案件 然後其次就是這一些 OK 那這個圖例其實可以把它拿掉 這圖例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好 那所以喔 今天的部分的話請各位 這個也這樣 所以這邊也許底下的工作表名稱 我把它換一下 叫做數量統計 或者切到 這樣給他一個 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不要 這個是 所以呢今天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請各位完成 總共會有三個圖啦 一個是歷年的統計圖 然後一個是切到這個比例圖 跟數量圖 另外的話呢 是前十道路的那個數量圖 OK 那最後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不要直接存檔喔 因為它是CSV 你一存檔 你其他東西都不見喔 所以記得呢 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那存檔的格式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這個活躍布 一次有活躍布 那繳交的話呢 你們就繳交這個好了 這個後面名稱可以拿掉 OK 先以下這個名稱好了 直接存檔 好 那今天的話 理論上喔 就是把這一個部分做完 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理論上我們後面還會再講 有關聚集錄製跟VBA 不過聚集錄製比較簡單 你就把動作錄下來 那如果要VBA的話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如果要把這段公式換成VBA來撰寫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是最難的地方 所以假如說 最好是說 甚至我們後面還可以再教各位爬蟲 比如說 甚至可以把這個資料 從網路上直接爬下來 然後不用再去下載 也不用打開 直接爬下來 然後呢 插入三個欄位 一個欄位 兩個欄位 三個欄位 然後分別把這些資料呢 通通都把它完成 那這個該怎麼做 OK 難度就比較高一些些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 下一次再來 請各位先把剛剛講的部分 先試著完成 OK 前10的那個路接道的道路統計圖 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